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天赐的声音最后一期录制结束 半场助音乐合伙人都被隔壁节目抢走了 之前从第三季第一轮节目结束之后 网上就曝光了四轮的半场助音乐合伙人 在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开播没多久 主持人也说过 这个节目是分为四轮的 每一轮会换一位半场助音乐合伙人 在张碧晨来的时候 主持人说欢迎第二阶段半场助音乐合伙人张碧晨 所以大家都知道是有第三轮和第四轮半场助的 第三轮的半场助音乐合伙人是刘希君 第四轮半场助音乐合伙人是毛不易 也让不少网友直呼期待 结果半路杀出来一个隔壁节目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把刘希君毛不易都轻走了 可能蓝台当时也和这两位达成了合作一项 但是应该是录制时间排不开 所以刘希君第三轮并没有来 只是作为特邀飞行嘉宾 唱了一首歌曲就走了 现在节目第四轮都录制完了 导演都喊了节目已经录制结束杀青了 但是仍然没有传出新的半场助音乐合伙人 网络最新曝光的人依旧还是张碧晨 所以可能不小心张碧晨本来签了前面第二轮 这不小心就后面两轮就一起录了 之前一直被网友诟病的飞行嘉宾的阵容 到了第四轮终于请来了一些有名气的歌手 其中又有一位和萨鼎鼎老师类似的男歌手李玉刚 不知道会不会被音乐鉴赏团说哭 当然现在毒蛇丁泰生不在 这一届的音乐鉴赏团的抨击人的能力和丁泰生比还是有区别的 所以之前的现象应该不会第二次出现 但是李玉刚也出道这么多年 可能周传雄的现象会再次发生 资历比较老的被年轻一辈的歌手点评 节目在中章还是做了这样的设计 好像每一季节目都需要制造一些热点话题才能活得下去 第四轮飞行嘉宾有 徐一阳 高嘉朗 张远 唐汉潇 景龙 李玉刚 李坚坚 古亚威 VAVA 宋宇宁 陈自彤等 其中这里面VAVA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 他就是之前舍战丁泰生的那个说唱歌手 并且后面丁泰生还专门在社交平台上说过VAVA为什么要对他 两个人在节目中的你来我网让那一期节目火了 VAVA这个名字也被大家记住了 景龙也算是凭借视频平台音乐火起来的歌手 陈自彤则是凭借浪劫两出圈的歌手 这两位实力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说第四轮的飞行嘉宾实力 堪比第一轮远超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飞行嘉宾 天赐的声音可能也很超越歌手的举办周期 毕竟歌手每一季只需要七位成名歌手 举办到第八季就办不下去了 天赐的声音从开始强豪华的飞行嘉宾阵容 到最后飞行嘉宾已经开始接近娱乐公司 培训生和网红不知名女主播类型的歌手了 所以如果第四季周深不在 你们还会看天赐的声音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